這個地方如果我們已經下載 當然特別注意 當然等一下你們要做練習的話 可以不一定用那個台北市的公有零售行情 你可以選擇台北市的資料大平臺 這個大平臺裡面有一大堆東西 你可以找到所有的資料集 其中當然我是建議你可以用資料類型吧 資料類型 應該是資料的可以很多類別 其中的話格式 格式這邊有CSV有沒有 那目前可以看到 在這個大平臺裡面幾千種資料裡面 佔有率最高的好像是哪一個呢 好像是CSV吧 最大宗719種資料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從這個CSV裡面再去找找看 那好像 按篩選 那這邊的話一大堆 可以從這個開放資料裡面再去做變化吧 那我們只是找那個台北市的零售市場 可以這裡面的話一堆 什麼銀法族施製造一堆 這麼多700多種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步的話我們是把資料下載 所以剛剛各位可以看到 最後下載下來的東西 基本上它就是漲底下的這個結果 可是問題來了我需要做什麼呢 需要做切割 如果說今天一般的奇怪性是這樣 如果你要把這個資料留下來之後做報表的話 通常會先把這些資料先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如果今天我的需求 我希望把這個資料 放到資料庫裡面去的話 該怎麼做 OK 所以特別問題來了 第一個的話你要觀察什麼 當然放資料庫裡面 我們上個禮拜才講 所以OHL一直強調資料庫非常重要 如果將來你登錄資料了 可是最後你要放哪裡 你又不可能讓它看到 我看到了 看到然後呢 你要把它將來能夠把它留下來 並且可以輸出報表 或者視覺化結果 那怎麼辦 第一步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你會發現 這個資料呢 它是這樣子 這個地方的話變成說 我將來要切割 可是後面這邊有空白 有沒有然後到這邊 它好像兩個換行 第一步 我們要先把它做切割 有沒有 切割的話呢 主要呢 因為我們前面F物件有沒有 就是File物件可以有個release 那release可以 一 筆一筆資料的讀取 可是問題哦 在那個request裡面就有get get其實就等同於那個 F物件裡面的read 全部讀 它沒有release 所以怎麼辦呢 我們變成要自己 手動來把它做切割 那怎麼切割 所以你會發現 我們等一下會做兩次切割 第一次切割什麼 先把它 一筆資料一筆資料切割 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呢 一筆一筆的話這樣一筆有沒有 一筆 然後第一步切 第二步切再把它裡面的資料一個一個的切 所以裡面你會發現它總共有幾個欄位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然後幾筆資料不知道 所以我要切 那接下來我跟各位講一下 其實哦如果你要觀察那個檔案的形態啊 你要切之前哦我的習慣 我會先找到那個檔案 因為我剛剛是下載在這裡有沒有 然後呢我習慣按右鍵哦 我一般會用到另外一個小程式啦 就是NodePay 因為我們用記事本的話 記事本太陽春了 那可是呢 一般我們要觀察那個檔案的形態 會另外安裝一個叫NodePay 記事本++ 那這個 這個程式還蠻方便的 那以前甚至有人直接在上面寫程式 那好處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點它一下 打開對不對 那你會發現它預設是像這樣的陽春的狀態 這個跟記事本差不多 但是它有一些功能我覺得還蠻喜歡 哪一個功能 第一個 檢視 裡面有個特殊字元 那特殊字元的話 就是有點像照妖鏡 它其實背後呢有很多的換行符號 但是呢 如果預設狀況是看不到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 顯示所有的字元 意思就是說 幫我把裡面有什麼特殊字元的 幫我顯示出來 OK NodePay++ 那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點它之後的話 有哪一些特殊字元會顯示出來 有沒有 這邊有個CR LF 這個時候當然呢 如果你用一般狀態它是不顯示出來的 可是如果說你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知道 其實我們對照 拖替次元表裡面 托曳次元表裡面 CR的話呢就是 怎麼呢 對照之後的話就是這個 CR就對照反斜線R LF呢就是反斜線N OK 也就是說我們將來要切割第一階段的話 特別這個是對應關係 只是說它 用的那個符號不一樣 反斜線R 就是CR 反斜線N就是LF 那所以呢如果要切割的話 我可以用在雲端上的第二段 切割 因為我講過在那個讀取的話 它沒有像那個檔案物件有realize realize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用這個方法 什麼方法呢 這個地方 我再加在底下 加在這邊 我在這個上方 加一個一行敘述 什麼敘述呢 List1 它等於什麼呢 等於這個裡面的資料 把它做切割 因為它每一行跟每一行之間呢 會有反斜線R跟反斜線N 當成是分割的地方 那我這樣的話就可以把它這樣 每個每個切割 切割完之後的話 我把它print出來 那你會發現 就有點像是 用那個檔案物件裡面的realize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切割 看一下 看有沒有幫我切割 有沒有 日期 這個時候的話 切割完的結果 就很像那個 我們之前用realize的結果 那realize之後的話呢 它就一個一個 幫我全部放到裡面去了 有沒有 一個蘿布爾坑 但是裡面還是有一些 需要注意的 裡面很多空白 所以它可能要把那個空白拿掉 所以第一步用這個 第二步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呢 把它分別切開來 因為我如果沒有把它分別 每一個資料再分別切開來的話 我沒辦法放到資料庫 所以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分別再把資料切開來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用分別切開來 那怎麼分別切開來 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split的痘點 再把它切 所以怎麼樣做會比較簡單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從 因為輸出的結果裡面呢 第一筆資料 零的部分 因為它是藍位名稱 所以這個可以避開 因為我不要 還有還有一個地方喔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在最後一筆資料吧 最後一筆資料怎麼樣 哇 它剛好這個 有的時候 人家在輸入資料之後 沒事就給你一個空的 所以變成怎麼樣 最後一筆資料 會造成有bug 我為什麼知道 因為最後好像有bug 所以我發現 最後多一個 所以怎麼辦呢 要避開 所以呢 待會我要切第二單元的話 就是什麼 for i in range 從1開始 不要從0開始 因為從 那個0開始的話 我直接把它 再來的話 for i in range 從1 避開 藍位名稱 總長度 總共的那個比數 減1 因為最後這個是 沒有的 所以把它避開 那我做什麼呢 把那個資料 分別放進來 然後切 切的話呢 因為它中間是痘點 所以我就怎樣 用痘點分割 所以第一筆 我就是 20 這邊 假如說 這一筆好了 這個先切 一個一個切開來 另外的話 後面的話有空白 有沒有 所以我把它碎不掉 所以第一步的話 把這個地方用空白部分 切 放在第12 再來的話 在它的第幾個 這個應該是0 1 2 3 第三個後面有空白 那怎麼空白去掉呢 前面有用過嗎 strip 這個strip的話 就是去掉前後的什麼字元 那我要去掉呢 前後的空白字元 所以這邊空白字元加一下 那 這個後面這個敘述是說 我把它去掉之後呢 我再把它存回去 所以特別是喔 存回去的list3喔 那就是沒有空白的部分喔 OK 所以這邊的話把 那這個這行可以 我先不做這個動作 把它print出來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是切割喔 那我先不要做strip 我們demo給各位看 知心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怎麼 一筆一筆的已經切割開來了 而且分別放在個別的 串列裡面了 但是有個問題喔 這裡面還有很多空白 這空白怎麼去掉 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希望什麼 針對這個空白去除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怎麼寫 在這邊做一個動作 把它怎麼樣呢 把那個 那個是在list2裡面的第幾個 日期是0嘛 這個蔬菜是1 2 3 所以是第三 那我要修改的話 修改什麼呢 就是針對它這個喔 如果喔 特別說這次會蠻管用的 因為以後喔 你們從網路上撈資料下來 很容易就有這些不要的東西 你一定要先去除掉 那去除的方法怎麼樣 那去除的方法怎麼樣 針對它有沒有 做strip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strip 喔 去掉什麼東西呢 去掉它的空白 所以呢 空白的話 就是一個字串符號 中間加個空白這樣就可以 那我就把 它裡面的空白去掉之後 再把它存回去 OK應該可以懂這意思吧 所以這個還蠻管用的喔 因為之後你們一定會遇到很多這種例子 因為從網路上撈下來的東西喔 很多是你不要的 那你要預先把它去掉 不然如果你沒有去掉的話 那將來會是 會是bug出現的地方喔 OK 好 那執行給各位看喔 執行 有沒有 有沒有 就這個時候的話 一筆一筆的就幫我把它切出來了 有沒有 所以切出來之後 你才有辦法把它放資料庫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其實這些 跟前面所講的還蠻雷同的喔 只是說 差別是前面是f 物件 檔案物件 因為檔案物件優點 它有一個realize 但是 那個request沒有一個realize 所以我們必須自己手動加工 先切什麼 先切行 再切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兩階段 先切割 所以split你會發現 哇這split蠻重要的 如果你不會split的話 那將來你要把那個 資料做分割 那就是一個大問題 OK 試試看 等一下 然後就把吃東西 給大家看 再炒了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